SSMDG Classic Racer V-Buy Sports Car Showdown 2024 第七回合 扭傳國際大紐數賽道舉行 排頭位有林寶 旁邊有另一位金組的車手是嘉鴻 第二排分別見到同組的車手Billy Bem Sir在第四位 第五位有林組的John 旁邊有同組的傑傑仔 KOK排第七位 另外Karl在第八位 第九位見到Franco 另外另一位綠組的車手Calvin在第十位起步 第十一位有K 另外Barsaka在第十二 第十三位見到Cynthia 今個回合第一場比賽 一共有十三位車手鬥十四個圈的賽事 紅燈一色亦正式起步 今季第三次排頭位的林寶 起步亦照舊唱順 嘉鴻跟回第二位 Billy守著的第三 Bem Sir 第四 John 第五 傑傑仔是第六位 所以起步的時候 位置上沒有太大分別 來到這條是加州的紐泉國際大紐樹賽道 其實不是很長 只有3.96公里 也只有九個彎 所以很明顯看到是一條以高速為主的賽道 但同時在鏡頭現在也看到 基本上這條賽道是沒有緩衝區的 因為在這個沙漠之中是輕健的 所以一稍為出錯的話 就變成了飛奔大莫中 變相車手也要更加小心 這邊的KOK 也爬上來第五位 剛剛過了傑傑仔 仍然在總成績前列位置 就是在競爭中的KOK 還有家鴻、Bem Sir等等 總成績在林寶之後鬥得很激烈 林寶在這裏也繼續重磅出戰 但對於其來說 已經跟日常生活沒有分別 仍然在第一圈的時候 這裏就看到Billy 第一下就產了出去 基本上一產了出去 就是食沙 食沙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了速度 由第三位跌到第八位 至於Karl在這裏就第七位 前面就是傑傑仔 後面就是Franco Billy就跌到第九位 已經比較後一點 Franco繼續在排位置 交不到功課 單圈速度方面 始終未能夠盡快提升 所以還是要留在這裏面 尹偉 過了就是Karl 在最後兩隻大右彎 八號、九號彎 到第三圈的時候 Bem Sir 也進升到第三位 主要是前面Billy 跌下來 這條賽道 其實跟第六個回合 是差不多 都是比較窄 很難爬頭 所以基本上 排位已經定了你 大概超過一半 最終成績 情況有點像F1 鬥摩納哥 看回本來排位排得帥哥的Billy 現在跌下去 就是第九位 現在前面 就追著Karl 後面還有些麻雀位 Kay在第十位 還未到 可惜Billy這裡 自己再飛出去 看來他很喜歡沙漠 不斷飛出去 這次比上一次更加嚴重 上一次也叫少少出去 這裏Kalvin也是 追了出去 一出去基本上 就沒有Grip 沒有Grip 勉強 其實收得及 救到你都還可以回到 也算是損失時間 如果好像Billy那一刻 基本上 如果你無法控制 失控 然後還未完 救一次 救不到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這樣 太快飛出去 Kalvin 至於Berserker 季初的時候 表現非常強勁 亦是一個 很進取型的車手 但是 來到季中打後 始終 可能第一季 就是參加SSMDG 的比賽 其實都很講求 你每一場的設定 可能這方面未太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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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季中開始 表現沒有那麼理想 Franco 車的on board 追著前面的結結仔 這條賽道 高速 當然也有些大長彎 例如2號彎 還有尾彎 還有尾彎的八九號彎 這些彎 你會看到 對於寶馬的M4 有些好處 這邊 坐在Franco的車上 也有個時刻 鎖了上去 但是 可以下降 所以 寶馬 的確在彎上有些好處 但是 因為這條賽道 高速 所以 其實 扭力加速也很重要 例如 這邊 就是 陳祖的Franco 在起油的位置 都會比起 寶馬強 至於 講到強 沒有人比你強 就是 林寶 基本上 遙遙領先 SSMDG 界的韋斯塔 回來的時候 又一次 Pole to Win 完全沒有受過任何威脅 加雄 另一位金組的車手 跟著第二位 Bem Sir 第三位 三位 凳仔位 被他們敗 John 第四位 KOK 賺了位置 衝上來 第五位 第六位 有Franco 再後面 有傑仔 和Kao 等等 至於快圈 被林寶 一分13秒 四六五 一個圈 第二場的比賽 林寶排頭位 旁邊有 嘉雄 第三位有 Bem Sir 紅燈一色 又來過 十四個圈的比賽 同樣地 起步 也是超純熟 林寶已經達到 人車合一 原則上 這一季賽事 他贏了 但是 他仍然 長一長 都是駕駛到盡 完全不會駕駛 這裡起步 進入二號彎 二號彎 其實是一隻大右彎 對於 車的左前輪 就會比較 選擇 二號彎是一隻 另外 九號彎 尾彎也是 這兩隻彎 對於 今天參賽的 賽車來說 左前輪 Kelvin 計第一場之後 這裡又再出事 前面 家鴻 現在總成績方面 跟KOK 跟Ben Sir 在二三四位 鬥得比較緊湊 基本上 他不需要看前面的林寶 反而 如何控制 可以每一場車 都是 Ben Sir 跟KOK 前面回來 能夠 確守著 第二位 Ben Sir 這邊追 就追得很近 這邊會進入 最後兩隻彎 八道九號 這兩隻彎 這兩隻彎 這條賽道高速 高速得來 其實有一件事 大家要控制 很多時候 很多車手 都會出現 這個專向不足的問題 這裡九號彎的時候 想著 硬插 試試加雄 自己出了賽道 上了沙地 但沒有太大影響 那隻手 依然能夠 保得住 Ben Sir 上了第二位 擒了加雄 後面 傑傑仔 早兩個回合 開始轉了車身拉花 你說是否好運 就要問他自己 才知道 後面那個 咦? 未見過 就是嘉禧 嘉禧 明明第一場 沒有他 還是我獨漏了他 第一場 他真的沒有 趕不及參加 就是第一場 比賽 傑傑仔 亦和嘉禧 有少許的控制 慢了車出去 嘉禧 確實是第一場 沒有參加 第二場 參加 這回合 亦沒有任何 操車 亦繼續駕駛 天才車 至於 Billy 又如何 Billy 在第八位 和Carol 爭取第七 出來 直路 這條直路 其實 你說長 又不是真的 很長 只有 756 米 總之 這條賽道 車手 最重要是 控制駕駛 有時候 彎道 就要 一路 控制駛駛 稍為大力 或者小力 其實 也有機會 飛出 嘉雄 被Ben Sir 過了之後 他繼續默默地 在後面 就是跟著 剛才提及過 因為這條賽道 整條的左前輪 都頗重要 變相 有時候 都不能太過貪心 只可以跟著 仰著 直路 去到最後 有機會 才去鬥 這條二號彎 嘉雄 基本上 一直堆著 Ben Sir的車尾 一直推著 出了二號之後 就是三號 這條左彎 嘉雄 已經過了 一路推著 高速 在中段 其實他一直都 仰著 仰著 不要被自己 犯上任何的錯誤 輪胎 流到尾 還有幾個圈 也看到 大把在手 回來 又看 Billy Billy 繼續 跟著 就是 Car 後面 在第九位 K 就是 第十 林寶 又是 提亞 他還是繼續在前面 沒有什麼人 看到他 不要說我們 可能排在後面 駕駛的都看不到他 Billy 繼續 對著 Kao 抽出來 入八號彎的時候 打算把內蕩 果然 讓他做得行 大家都是駕駛的M4 在彎心方面的操控 非常理想 這場車給了很多曝光 就是 Billy Billy過了Carol 就追著前面的Franco 這裏就是 車尾 進入二號 就是 大油彎 基本上 二、三號 整隻Omega 如果你在右上角 看到那個地圖 的話 根據大會給的數據 四隻車 其實馬力一樣 只不過扭力不同 至於 食胎方面 在今場來說 銀組 拿著福特的Mustang 那個胎號 比較強 所以來到 就是 九號彎這裡 差點 Franco 也咬不住 被Billy 再放了內蕩 這邊 上了 去到第六位 但是 Franco 又勝在的車 直路起步 發圍那一刻 就更厲害 所以直路 又可以搶回Billy的位置 六七六七 六號 七號位 兩個都在鬥 已經是最後一個圈 六七八位 由於 Franco 和Billy 大家咬了一下 格劍 卡爾 在後面 其實也跟緊了 在這個六七八位 到了三號彎 大家還是跟著 看看 到最後 八九號彎 還有沒有機會 收拾位 前面就沒有分別 都是林寶 加雄 和Ben Sir 等等 所以 給大家看看 前面 出來的時候 第一場 林寶 再贏一場 今季 他已經贏到 第十二場 真的誇張 加雄 再一次 接著第二 第三位 都是他 又是他們三個 Ben Sir 和第一場 三甲位置 全部一樣 John 第四 KOK 又是第五 Franco 第六 至於快圈 又被林寶納到 1分13秒 599 Billy 第七 Carol 來到最後一場 這麼幸運 抽到頭位 就是K 其實今季 都試過幾次 他真的 蠻幸運的 旁邊 有KOK 因為上一場 排第五位 John 在第三位 Ben Sir 第四 後面還有家雄 和林寶 K 進入1號彎 仍然繼續能夠 保持到 大頭位置 KOK 今場 有機會 可以挑戰 冠軍 因為 頭兩場 都被林寶 輕鬆地 撤了兩場 冠軍 過去來講 K 試過抽到這些頭位 其實 接下來 也不是太容易 能夠補到 看看這場 他能否保持久 或者保持到尾 最好能夠 家雄 在第五 林寶第六 Franco第七 Billy 第八 來到後面 仍然能夠 頂得住 KOK 雖然已經不斷給他壓力 一路推 另外John 嘗試在九號彎 抽 但這裡要過人 其實是危險的 一路撈著 稍為偶有不慎 隨時脫掉 在九號彎 所以損失了幾個位 直路這裡 始終 扭力方面 加速力比較強 KOK 能夠 爬了K 其實看到 K 一路還能夠頂著 但無可否認 圈中是差一點 所以 後面整個炸車 都被他保持緊 絕對 頂住後面 但也好 變相 緊湊了 KOK 在前面 看看能否把握機會 立即 就是 帶開了 KOK 今季 還未贏過 來到這一場 其實已經是 今次賽季 第21場賽事 七個回合 當中 其實林寶 贏了12場 你別說不誇張 嘉雄 頭兩場比賽 都是拿第二 這邊 其實也被林寶 過了頭 又再跟回 今早 對手後面 Franco 繼續在第六位 這場車 好像做了 六六童子 經常都在第六位 Ben Sir 第三位 過了K 應該不難 看看選擇哪個位置 才是最好的 這邊 進入三號關 外檔 都被握了K 後面 也有誠勢 林寶 家雄 全部 走過路 不要錯過 就是這些 一次過 把K 放進去 就是第五位 看看Franco 何時能夠過到他 比賽 只是來到第三個圈 這場 爬頭是比較困難的 又儘管看看高手之中的高高手 林寶 又沒有辦法 這場 他跟家雄 大家一起去砍 九號灣 嘗試去過 就飛了出去 損失了位置 就說過了 要在九號灣 這裡過人 其實真的 除了勇氣 其實你也要控制得很好才行 Franco 繼續在第六位 說來講他也是第六位 追著 John 後面也有 Billy Kao 就是夾著左 前面 Dem Sir又如何 上到第二 其實已經 加雄 默默地上了第三 比賽就是早段 去到第五個圈 大家都是銀組的車手 Billy Billy 這邊也快 基本上 對上兩三個圈 都比Kao Kao 圈速方面快了半秒 得心應手 頭兩場車 亦都是 上到頒獎台 Billy 今季也剛剛在第六回合的 尾場 開到齋 Kao 其實算不錯 抽到頭位之後 現在來到接近一半的賽程 仍然是守著前面 在第四位 接著 被John 過了之後 想著 始終有點壓力 而且 看到對手 一直爬過來 想著 跟他一路練 結果 就是炒了出去 之後 還能夠打擊其他 車手 結果 只是熬了六個圈 這裡 看回 就是萬鏡 K 出去了 的時候 扭回 進來 之後繼續失控 尾部也沒有 出出 進入 之後 還被Billy 一下子 跟著你們兩個 Billy的車 直接飛起了 自己 後面 這裡 出現了意外 至於前面 又如何 Ben Sir 過了KOK 之後 也能拉開 KOK 在9號彎 自己也出現了 失誤 9號彎 其實你可以扔 但是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這麼誘惑 通常都會有危機 所以 看你能否捏 能否控制 能否把持 結果 飛出 加雄 默默地 又追上來了 追上來 第二位 這場車 也看到很多 都是自己出現了 失誤 尤其是 大右彎的時候 出現了 失誤 最後 就是 最後 最後 加雄 追上去 貼近 Ben Sir 的車尾 又沒辦法 這個回合 看到加雄 其實渣得非常有耐性 不會亂來 出了二號彎之後 三號彎 這隻的左彎 還不是時機 一路還是跟著 第三位就是John 後面還有Franco 終於不是第六 上去就是第四位 這裡一路 其實角度太窄了 以及一些快速轉向 只是暫時能夠跟著 最重要就是 保持線路 帶著速度 希望去到最後的時候 跟得貼 眨眼 來到最後一個圈 已經展開了 剛剛過了一號彎 加雄仍然能夠跟著 Ben Sir 可不可以計上回合 尾場之後再贏一場 還是 加雄可以贏出第二場 加雄對上一次贏 在數一數 屈指一算 去到開季第一回合的尾場 最後一個圈 全程跟著他們的一二位之爭 大家都打算欠他們今季第二場勝利 難得林寶有犯錯 所以今場追不到上來 現在就在第八位 但他暫時又拿到快圈 暫時這一刻 這裡正在衝過去 只剩下最後兩隻彎 那怎麼辦呢 加雄這裡還有一輛車的距離 八號彎 然後彎心開始追近 到最後一隻彎 Ben Sir 稍微拿著內線 都可以補一補 出來後還有一條直路 給他追 金組 豆銀組 加雄抽出來的時候 抽左邊 一起過終點 碰碰 最終 加雄以0.015秒之差 能夠擊敗Ben Sir 拿到今季第二場冠軍 可惜Ben Sir 輸了0.015秒 John也能夠站到 凳仔的第三位 後面有Franco Kao Billy 而快圈 就能保得到 最終他是第七名完成 但是三場車的快圈 都被他拿了 總成績方面 林寶就破了400分 但是看到 第二位的嘉雄 去到第四位的Ben Sir 三位車手 只相差10分 究竟 誰可以拿到總亞軍 總貴軍 一定要留意最後一個回合的比賽 至於這個回合 贏出的 又是他 又是你 陳先生 他不是姓陳的 他是姓梁的 林寶 這個回合 排頭位 接著 就是 拿了兩場的冠軍 一場第七 三個快圈 再加兩個領先圈 一共拿到55分 其實每一個回合 如果拿爆 完美回合 就是67分 林寶其實這個回合 是叫虎的 總成績 已經達到406分 破了紀錄 可惜未能連中三元 可惜 但是 你見到他 開發 依然如此進取 到最後一個回合 當然 都會盡量爭取 更加高分 希望完美落幕 至於最後一個回合 便會去到 地通拿國際賽道 大家記住 SSMDG 今季的電競賽車比賽 我們在薩科的回合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